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先生呢 他居然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因为他喜欢儿子 我说你喜欢儿子 你也可以喜欢你的先生吗 他告诉我说 儿子是自己养的 先生不是我养的 说明人的心态已经变异了 说明现在的人思维都不正常 冰冻三尺 悲一日之寒 长期的称恨 会造成你心里的执迷不悟 到了最后 你会偏执 堕落 魔道 你们知道在心中的魔是什么吗 那就是贪 那是三毒啊 那是三毒啊 烦恼不能去除 就犹如一个人陷入泥潭当中 会越陷越深啊 有人问我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天天肯吃亏的人 那就是圣人 每天想着占别人便宜的人 那就是小人 心是我们行为的根源啊 贪心会生出仇恨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一点点的恨心都不能放在心中 一点点的嫉妒心和贪心都不能放在心中 因为当你将一点点的贪心和贪心放在心中的时候 你慢慢的心就会被这些饿的五欲六成的业障所缠绕 就犹如一个电脑一样 今天有一点病毒在电脑当中 你没有把它清除 明天又有一点病毒 终有一天 这个电脑一定会死机的 fulfilling 有火 Temен 有火 没 有火 看 我们